恭喜發財祝大家2020年的鼠年 今年就良財慶旺時事亨通 為人望相六把扶持 屬猴的朋友今年三合太歲 但這個三合太歲似乎不是怎樣幫到 在事方面今年很容易會有大危機大意外出現 尤其是做生意或是自己跑生意的朋友要留意 今年可能會有大意外或大情況會令你損失金錢 在錢方面今年的開支會比較多 收入會比較少 即使你很努力工作也好 總之量入為出 但人事方面今年有一些貴人運 即使結業或財政危機 總會有人會出來幫你 但問題是可能你老闆會變成伙計 原本賺10萬賺5萬 但有這樣的情況總比沒有工作 所以屬猴的朋友今年要小心點留意 屬猴的朋友今年犯太歲叫破太歲 所以今年的事業運 即是有很多新構思或想發展 都會被公司或老前輩或高層阻礙你 令你無法發揮你的水準 所以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不如靈命新天地 可能會有一番新的發展 人事方面今年很奇怪 過往的人今年可能會回來報恩 可能會令到你一個新方向 財運方面今年比較平凡 你一定要有相當的努力 加配努力才會賺到一些生活費 三餐就不愁 不過你想舒適點去旅行 可能會比較辛苦 屬狗的朋友今年你的事業運 就好像很緩慢 好像毫無進展 但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今年的事業運 雖然發展得慢 但只要你加配努力 懂得找到一個方向 一樣會有成果 只不過是會慢一點 慢熱一點 今年人事方面 貴人運就相當薄弱 甚麼都靠自己 辛苦一點 財運方面 今年如果你是定身的話 會平平無期 但如果你是說自己做生意 或是收佣金 今年你就要被迫加配努力 否則可能會被人炒魷魚 或者三餐沒有計算 都不出奇 所以今年辛苦一點 不要懶 否則飯也沒有你吃 屬豬的朋友 今年除了屬虎 第二個最麻煩的新章就是你 因為今年的事業運 你就相當不濟 十分之多麻煩 多是非 多阻滯 甚至可能會跟同事 或者高層不和 或者會惹上官非 都不出奇 總之萬事就要小心 三思而後行 今年的財運 真是吊鹽水 如果你單一個人生存 還可以三餐就不熟 但如果你家中經濟之處 就真的今年會辛苦一點 可能要找些兼職 或者真的要找人幫忙 但今年的人員運 就有貴人幫忙 如果你遇上述這麼麻煩的情況 只要你出聲的話 總有不少人會幫你 記住不要害羞 找人幫才是最好的方法 你現在 找人家 擁有 長壁 我 就 麻煩你家